这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早晨准备吃的 现在不到9点钟了 我也没有特意决定一定是10点吃或者11点吃 我觉得这是比较灵活的吧 我们身体也不是那么像机器一样的对待 所以我这样匆忙间给大家看一眼 这是早晨葱的咖啡 不是很浓 今天没有加什么油 我也没有绝对的加什么油 有时候想起来会加一些椰子油 然后呢 这是我的火锅 昨天我吃了用这个料很好 有点辣辣的 味道很浓 因为确实是吃的比较简单了嘛 这是那块羊肉 就是在超级市场买的很便宜 好像也是五磅左右吧 有肥有瘦的 然后稍微等下稍微融了之后呢 我就这样切成片片的 昨天吃到 吃到这么多 我这一块已经吃了两次了 吃了两次应该够了 然后我最后我会加一点这个米粉 加一点这个米粉 反正也没有多少嘛 咱们中国人爱吃点汤汤面面的嘛 然后这个我今天会吃一点 通常我没有吃这个 然后我会加一些这个叫什么海菜类的 有的也是做的不错 有的味道不好 然后煮得很 有的要煮很久才煮熟 然后这个就比较好 很大片很薄 消化的也好 因为有些硬的或者是煮不熟的那种 很难消化 我会放点姜进去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因为是泡菜嘛 泡菜我吃的效果也不好 因为我有几次会吃的拉肚 不懂为什么 是不是一下吃太多 还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太凉 直接就吃 好在我开始吃这个都没有问题 这个小盒稍微贵一点 因为在超级市场选择的时候呢 它有大袋的 又看不到里面是什么 便宜量多 但是呢 这个看到很清楚 盒子小 这应该是三磅前一个 亲爱的世界各地的中国朋友们 你们早上好 晚上好 下午好 今天是13号了 3月2019年 我现在是因为 吃了生酮饮食 所以逢三我就要讲一次 逢三 因为最早23 3号 然后今天是13号 到今天为止呢 如果我们按天算 就是40天了 已经是吃了40天 生酮饮食 嗯 喜不喜欢我的蜡烛 看看我的蜡烛 我的蜡烛 我的蜡烛 我放在一个可以旋转的盘子上 怎么样 很好看 因为英国的天气呢 早上很阴呢 都是比较阴霾的 还有点阴雨 昨天是下雨啊 下得啪啪啪啪的哦 因为是我自己吃了所谓的生酮饮食 我也在学习 因为在做一件事 一定要在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知识 学习 然后要实践 嗯 我原来试过多种吧 后来我这次 我说 一定成功一下吧 因为人生有点小目标 然后 也学看到别人的生活 看到 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活 因为最早是刘一鸣先生吧 被命名为饥饿医师的 嗯 这位先生呢 他确实讲了很多 而且后来我看了很多 其他人的不同意见的 不同经历的人 嗯 当然我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了 嗯 其中是有一个健美的 一个小伙子 他的 嗯 个人经历 是台湾的 我忘记他叫什么了 嗯 后来他是一个 视频来讲 他 从 二百多斤 减到一百多这样子 嗯 然后他的肌肉部分的收缩 都非常成功 大家有时间看一下 还有一个是老爸叫什么 他也像是台湾人的 估计台湾是比较疯了 这个生头饮食 这个老爸呢 也是 嗯 拍得很好 我也很喜欢看他的东西 哦 他其中就是讲到这个 哦 这种吃法 我们也看到他从 胖变瘦的这个经历 好 我大家 我给大家看看我 呃 吃生酮开始的那个腰围 那真是刚刚过圣诞 春节之后的腰围 确实是两边肿 而且呢 好像那个肉啊 水啊都很多 然后前边肚子也是 也是突然发现 这么大了 这么肿囊了 所以那是当时的一个照片 我在吃到三个 两个星期多的时候 我又拍了一个 大家看一下 好 那就大家看到是第二张 那我刚刚 在我坐下来给大家说这个 啊 视频之前呢 我又拍了两张 给大家再看看 我现在的状态呢 其实 这样子吧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 呃 我们每个人的体重 因为喝水啊 因为呃 呃 体力的消耗啊 很多专家都会认同一件事 是在三斤到五斤之间 根本就不算 有大变化 呃 但是如果我们每天的这个体重的上下浮动啊 从三斤到五斤之间 这个应该不算什么问题 到目前吧 这是今天是第四十天的这样一个呃 所谓吃生酮饮食的经历呢 大家也看到我前面那篇子 啊 其实那是今天早上我想吃的东西 我觉得它有两 至少有两样好处 第一呢 就是说 你确实是吃得更健康了 对我来讲啊 呃 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爱吃大碗的面啊 米啊 呃 而且我这次就是刻意的去不吃那么多 这不是太难 对我来讲 已经是很容易做到 呃 而且我发现吃肉吃多以后呢 特别我们过了五十岁人的年纪的身体 那么我们经过了喂奶给孩子哦 这个做月子这些时间 身体确实会流失一些营养跟钙质 多吃鸡蛋啊 其实我有时候还放一两个鸡蛋 我今天忘给大家说了 呃 我一天差不多吃两个鸡蛋很小了 又水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质量的鸡蛋啊 那就说我们 因为女人喂奶 我相信在这个阶段呢 也是确实是可以补充一些 这个原食 原食物 就是没有加工过的 哦 大家看到我这些基本上 除了那一小 呃 小饼 那个米粉是加工过的 有时候我会加粉条 哦 就吃一种口感的快感吧 你知道也没有营养啊 嗯 基本是原原食物 那英文叫whole food whole food 就是一个苹果一个梨 没有什么经过机器 炸汁啊 又放到瓶子里 又拿到超级市场 你再买回来这样 那我们就直接从树上摘下来 直接吃的这种 从地下啊 剪下的菜叶这样子 直接吃的 这叫原食物嘛 很健康了 而且我们补充了这些之后 我感觉我的体能挺好的 就是挺有精神的了 吃了 每天都吃一些肉呢 还真是觉得 不是老是饿饿饿 而且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些 呃 我们呃 呃 所谓 就是原来在啊 生日与女这个时间 丢失的这些 所谓钙呀 铁呀 我个人是觉得是挺有益处的 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这个 记载里头呢 其实 小男孩到 从13岁没有吃肉的 到30岁也没有那么多吃肉的 而反而是老年人 我记得有一个记载 就是到60岁以后 呃 的这些老年人 他们会可以吃肉 可以去补充一些 呃 所谓动物的脂肪跟肉 呃 而且这边有人发现呢 就是因为呃 西方人这边的这个肉食太多 什么牛排啊 男孩子的性成熟比较早 呃 所以他们自然有女朋友的机会也多 呃 阳光照进来了 阳光照进来了 我的脸又变成金黄了 我不要金黄的脸 我要我正常的脸 呃 所以我觉得是可行的 第一就是说我吃的 我感觉比较健康 而且我每天都可以保证吃 而不会因为缺少吃一餐 就是那种我们习惯性的 就觉得哎呀缺少了什么 哈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 这个阶段已经习惯于吃两餐了 然后第二餐我可以选择在 有时候三点钟也挺饿的了 但是我就可以忍一忍 或者是离开这个 可以吃到食物的现场 嗯 嗯 去做一件事赶紧出去 或者是再喝一点水 喝点茶 然后我就会放到四点以后吃晚餐 嗯 也会吃的肉 还有菜 基本上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些 很好啊 现在身体已经习惯了 而且再吃 两餐之后再吃的话 就觉得胃太多 而且我的胃很轻 到晚上睡眠 直接受影响 而且我感觉我睡得也很沉 这样我白天也不会睡 我白天也不休息 嗯 这样我就非常的呃 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理想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循环 嗯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又不用大运动量 因为我上个星期是游了两次 呃 还是大上个星期 游了一次 游了将近一千米的那次 我给大家记录了 我也发现游了之后 我一直在饿饿饿 所以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 这个星期到现在还没有游 没有去游过 也没有做过散步 没有特意做过什么运动 嗯 我只是在做一些家里的一些事情啊 自己的学习啊 自己的工作啊 自己的电脑上面的研究 做一些就是正常的日常生活吧 就这些事情 所以就我感觉很好 第一 我不用大运动量的去练 特别是这个阶段 我未来有可能去健身房 我未来可能去 这种雨天我也没法去跑步 哦 因为真的有人说 这个膝盖确实是太过于磨损 所以这边人散步多吧 所以英国人换膝盖的很多 还有换胯骨的 我的歌唱老师呢 他是威尔士人 他就换了他的胯骨 他觉得很好了 因为他不疼了嘛 因为人的气血已经少了 所以老了之后 那个这个韧带之间 他就是太紧了 他就是摩擦 他就会疼嘛 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还有 我有练瑜伽 我还是有一些撑撑拉拉的动作 然后我还有按摩器 我回头给大家看 我有多少个按摩的 都从国内背回来 从国内买回来 姐姐给买 亲人给买 朋友给买 所以就一大堆 回头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所以我还 我现在目前我感觉很好 确实是塑水 我相信是塑水 而且咖啡喝多了也感觉 我知道他为什么加那么多油了 因为单喝咖啡是很干的 这种皮肤会变得很干 所以我们这个椰子油很好 椰子油我确实是很喜欢 我好像说过一次吧 这个椰子油是非常好的 椰子油在 我相信这瓶融得很快 所以这瓶是好一点的 大家一定可以买冷闸的 可以放到面包上 可以放 就这样放到嘴里吃都行 然后我还接着吃 我上次给大家看的那些鱼干油 而且我发现我的眼睛也变得很舒服了 眼睛变得很好 好像不需要一定戴镜子 但是还是没有什么 还是好像老样子吧 只是感觉精神好了 有体能了 那我觉得这就已经是 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 而且不用去因为断食而感到那么痛苦 我们精神上的这种依靠 和身体上的依靠 所以我相信我瘦了 确实是瘦了 缩水了 怎么说都行 那我最后给大家看看 我刚刚拍的我的 我的这个左右两边的 真的收缩了 我摸自己都能感觉到的 自己可以感觉到 我就没有上秤腰了 然后前边也确实是小了 特别早晨起来 特别喜欢自己的身体 早晨起来呢 它是很好的休息了 手也细长了 皮肤也确实是很漂亮 皮肤很漂亮 大家观察一下自己 然后自己的腰啊 自己的这个腿啊 都觉得瘦啊 然后大家可以在床上 做一些踢踢啊 踢踢的运动 好我们今天讲 生童讲完了 我还要继续 我看看到底会成什么结果 就是说需要时间的 还需要耐心 需要耐心 要不断的学习 然后呢 不断的看 有些成功的例子 还有不成功的例子 然后我们自己要实践 而且坚持也是挺重要的 但是你要坚持的正确是最好 如果坚持的错误 然后结果就会很坏很糟 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